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熊观影,我是阿祥 本期为大家带来风骚律师第四集的三四集 上集讲到,炸鸡叔发现是纳桥害了老丁头 告诫他,想要保命,以后就要为自己卖命 并干掉了辩子哥,杀鸡警候 之后,回合多姨老黑在公路上伪造车祸 炸轮胎的装备,貌似跟老麦的是同一款 接着把辩子哥冷冻的尸体放进车里 连车带人打车晒子 一个黑帮火兵被杀的现场,就布置完毕 为了看起来更可惜,纳桥不得不忍头挨上两枪 满身是血地被丢在路边,给皮奈兄弟打电话求救 虽然这两枪只是演戏,但也是相当严重的贯穿商 因此兄弟俩并没有怀疑 景米找到老麦,是有一单生意,每个人能赚到四千块 他在铺子里花二十美元买的纺织陶涌 正品价值八千多美金,就摆在一个复印店的书架上 对于主人来说,那不过是祖母留下来不值钱的东西 没有什么安全防护,家门上就一个报警器 对老麦来说毫无难度 只要翘锁进门,把正品和燕饼调包 五分钟结束战斗,主人不会发现东西被换 而且假货上没有编号,查不到他们 下周把东西拿去收藏品交易会 卖给喜欢收藏的有钱人,大赚一笔 不得不说,吉米比老麦遇到的所有雇主加起来都谨慎 几乎想到了所有风险 但他还是很好奇,吉米为何突然要干溜眠窍所的事 难道他是要打击报复吗 吉米让他别把事情想歪了 就当是大街山捡钱,现场的不赚白不赚 而让他意外的是,这次老麦一口回绝 原因是,这事不适合他,也不适合吉米 吉米有些惊讶,他当然不知道老麦上一旦的手笔比着要打几十倍 老麦对查克的事表示了遗憾 似乎猜到吉米的行为与哥哥去世有关 可吉米已经铁了心要干 他只是想第一个把这事分享给老麦 既然老麦拒绝,那他只好另找他人 出门后,他给介绍黑伙的兽医打了电话 吉米只用了一分钟时间,就成功回忧一个小偷跟他合作 开一个门锁八分钟 就能赚到四千块 比挖鼻孔的速度都快,比拉筋子都容易 作为中介的兽医,妥妥的被鄙视了 他的义务能力还不及几米的十分之一 走出执所时,迎面进来的正是皮蛋兄弟 他们把那桥带过来治疗 这样的枪伤,正规医院当然不敢去 一场外行的手术后,命总算是保住了 兄弟俩给他输了欧星血 肩膀的子弹还卡在里面 以后可能会触发金属包紧器 从肠子里取出的子弹 虽然没有打穿场壁 但不敢保证没有擦上 如果以后穿孔了,那就是要命的感染 手医建议他 还是找个好店的医生 最起码不是自己这种 在细修店后面开诊所的 深夜 小偷很顺利地溜进了复衣店 成功调换了套用 但没想到 原本不该在这里的店主 却因为得罪妻子而回不了家 被迫在这里过夜 小偷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撞上店主起床打电话 他只好暂时躲来起来 谁知店主和老婆没成功 一气之下决定要补一顿宵夜 开始打电话叫外卖 小偷深感不妙 这么下去耗到天亮 恐怕被抓个正着 只好给吉米打电话求救 让他过来接自己 吉米本不愿到现场 无奈他们是一本省省的蚂蚱 只好轻手轻脚地从今身边离开 赶到复印店 故意触发汽车报警器 深夜由店主出门查看 谁知店主根本不关心车 远程按了下遥控就不管了 小偷刚露了个头 就又吓了回去 吉米不得不展示真正的技术 用铁丝撬开车门 松开手刹 这才成功地调虎离神 那下被袭击的事 传到了集团代表胡安那里 加上之前老丁头曾被抢劫 胡安怀疑 有人发现了他们的声音线路 于是通知炸机树 暂停美墨边境的货运 暂时先在美国境内 找一个供应商 但炸机树知道 这种操作会惹脑末房的老大 迪奥 于是只好先应付着 心里其实另有打算 关了电话之后 炸机树去到一个化学实验室 拜访一位出色的化学家 盖尔 也就是老白今后的助手 盖尔目前能达到的病毒纯度 最高也只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 在高手眼里 只是垃圾水准 但他不想炸机树失望 承诺说 自己可以做出更好的 就在实验室里加工一公斤 没什么问题 炸机树告诉他 现在不需要 因为他今后会有更大的使命 金的商势刚刚好转 没有了写字楼昂贵的房租 他都已聘请新的助理 继续忙于梅萨维德的法律事务 老板凯文向他展示了 一系列精美的建筑模型 那是他下一步打算扩展的新银行 目标遍布西部的各个城市 看得出凯文的野心非常大 只可惜 他的一场车祸 让这些扩展业务 全都落到了汉姆林手里 金把办公室搬回了家 送走助理之后 金米才不安叫起床 金斯考赛森 还是打算把那五千块遗产 和查克的信交给金米 这种结果金米并不意外 就当是拿来还西游卡了 似乎是对所有语言都做好了准备 金米很干脆地拆开了信 一边吹着麦片 一边用含糊的声音读着 意外的是 心中的言辞 十分温和感谢 查克告诉金米 虽然他们总是看法不一 但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 他们是亲兄弟的事实 金米在做说发员的日子里 能够努力成长 最终成为历史中的一员 查克为此感到骄傲 金米平静地读着 版正体面的话 但金却不知怎么 流下了眼泪 甚至于哭得很伤心 也许有可能 这封信并不是真的 而是金自己写的 原本的内容 或许会让金米崩溃 但私插信件是违法的 身为律师的金 不大可能这么做 所以还有一种解释 是金仍未打击过查克 而良心不安 至于到底是哪一种 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不久后 金米接到一个通行公司的电话 由于他在面试时 给老板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方愿意立刻聘请他为值班经理 但马上要拿到4000块的金米 并不想立刻结下这份工作 而是想继续浪一阵 金对金米非常担心 认为他消极的状态 与心理障碍有关 于是给他找了一位知名的心理医生 劝他去那里进行治疗 金米立刻告诉他 自己马上要去通行公司当值班经理 坚持十个月 就又能当律师了 监听了之后 深感欣慰 接着他去到法院 一整天都在房庭迷失索败的案子 法官告诉他 那些奇葩的大案子 只会出现在电视上 他接下来要审理的 不是员工吵老板破尿 就是情侣吵架捅伤了人 要在这里寻找对法律的激情 恐怕显得不是地方 金米又回答 仍然默默地坐在那里旁听 而金米这所谓值班经理的工作 跟清洁工差不了多少 店面生意非常冷清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扫卫生 耐不住寂寞的金米 给经理打电话 得知这家店日常就是如此 只有在清库存的那一周 才会排长队 金米只好丢取炮时间 等着下一次排版 才有机会到热闹一点的门店去 虽然金米的日子很冷清 但那巧的日子 却不再清静 皮蛋兄弟不甘心被人欺负 找到本地的竞争对手 埃斯皮诺萨毒邦 把他们当成了这次袭击的嫌疑人 二话不说就开始一通火兵 那巧无法置身事外 只好拖着商体参加战斗 很快就清理了埃斯皮诺萨的地盘 兄弟俩逃回墨西哥壁风头 他们以为跟老丁头报了仇 其实全都冲到了札吉书的棋子 只有当事人那巧知道真相 札吉书想埃斯皮诺萨的地盘 借着这次的事借刀杀人 那巧也不自觉地为他卖命 一键双吊 这智慧 这心急 果然只有老麦才配得上 老麦最近一直在参加互助小组 真是儿媳戴希的要求 安妮塔告诉他 有个叫亨利的组员很需要帮助 每次见到他 他的情况都更加糟糕 可老麦却满不在乎地说 亨利根本就没事 甚至不需要跟他聊天就能知道 他嘴上叨叨的王奇并不存在 因为他每次讲的故事都不一样 他说过两人的初吻 是一起参加棒球赛那夜 但那一年 棒球场还没有开设夜间比赛 安妮塔有些难以置信 认为亨利可能是将年分析错了 但老麦的表情告诉他 这种谎话还有很多 安妮塔觉得老麦太过多疑 老麦却说 他只是观察仔细 他甚至注意到 亨利在撒谎时喜欢搓手腕 安妮塔仍然不相信 打算跟老麦打个赌 晚上 戴希在护照会上又谈到马蒂 说他今天竟然好几个小时 没想起丈夫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 他显得很害怕 怕自己有天把他彻底忘了 老麦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这时 亨利出现 他又一次谈起了王奇 在说到他们去澳洲度假前 妻子得到患病的报告时 他果然做了搓手腕的动作 这次连安妮塔也注意到了 老麦终于决定不再忍 他告诉大家 这家伙已经在这骗了几个月 他所谓的王奇 从没有出现在近十年的本地复告上 这次是去澳洲度假 上个月还说是古巴 被老麦当众结传了把戏 亨利灰溜溜地逃走 老麦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 以至于没注意到有人说了谎 大家只是急于从别人的伤痛里获得能量 但惜低头沉默 老麦的话并不只是在说亨利 接下来 老麦继续他安全顾问的工作 每个破绽的员工 都对这位体面无私 不苟言笑的大叔 言听计从 他为这个本不存在的岗位 创造了价值 午休期间 金米找到正在做搬运工的小偷 他们偷的陶勇在收藏会上大受欢迎 拍卖出了比喻记高得多的价格 但小偷并没有私吞 而是一分不少地分了金米一半 不得不说 金米在选搭到方面 真的运气爆表 碰到的小偷也是道已有道 尽管如此 小偷仍坚持好内规矩 不私下联系 再有生意 仍要通过授与介绍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在监听你的电话 金米从中得到了一丝启发 用涂料在店门上写了一句标语 想知道谁在监听吗 本店出售隐私 这个方法能改善生意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风骚律师第四季的三四季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剧情更新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